同学们大家好 在这节课呢我们介绍一下Penshin造成的Penshin里面的字典和原主 那么我们这一章呢也是在对这个Penshin对象一些内核核心的类型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 好那么首先我们先来看字典 Penshin字典呢不是序列 Penshin的字典呢是一种印射 什么意思呢 是通过Penshin字典中的元素里面的每一个元素都是一个键子对 也就是说通过键 是键名刷映射到值的一种对象 那么字典呢也是Penshin核心对象集合中唯一的一种映射类型 它也具有可变性 那首先呢我们来先学一下Penshin字典的代码格式是怎样创建的 字典的创建格式是由一对花的大括号构成的 在花的大括号里面的每一个键子对呢都是由冒号去分开的 冒号左边的就是键 冒号右边的是值 那么通常呢我们的数据是存在值里面 那键呢就是给它取一个名称 做了一个映射通过键名来存储值 那么每一个键子对呢在字典当中可以有多个 每一对键子对中间呢就用一个英文半角的逗号做间隔 那我们这个键子对呢就是通过键名去找子里面存储的数据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打开 打开我们的Penshin的IDRE我们开始创建一个字典 从开始菜单中 打开所有程序下的Penshin找到IDRE 打开我们这个基层开发环境以后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编写这个Penshin的代码 首先呢我们先生命一个变量叫D大写的D 那么这个变量里面呢我们就存储创建一个字典 字典由一个大括号一对大括号组成 大括号的中间呢就由一对一对的键子对构成 左边冒号左边呢是键名 就是键的名称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名称 那么这个键我们可以自己定义 那我们定义为一个字幅串的 比如说第一个 第一个呢我们就叫Fold Food这是键的名称 那么里面存储的数据值 我们第一个呢也放一个字幅串 叫Fpam 那么接下来呢第二个键子对 就第二个数据 我们就用Do号间隔 然后首先呢也是先是键 先是键呢我们继续用一字幅串 用字幅串作为名称也就是键的名称 取个名字叫数量 后面跟着冒号 跟着里面存储的数据值 数据值呢我们就存一个数字 一个是 那接下来第三个 第三个元素 第三个元素呢建的名称叫Color 里面存储的数据 冒号 后面呢我们就放一字幅串 粉设 这样呢我们就创建了一个三个元素构成的 每一个元素呢都是一个键子对 冒号左边的是键的名称 那么冒号右边呢就是我们存储的值 通过键名来找一个数据值 就找后面冒号右边的 然后那么存储完了以后回车 这个D呢就存在了 我们想看一下D里面的数据 挑一个D大写的D回车 我们就看到了这里面存储的数据 在这个大括号里面 那我们的创建方式呢就通过这一对大括号来构成 构成一个字典 那么根据这个字典里面 我们要找名字叫做数量的数据 那我们我们使用的时候呢就D D是我们的字典名称 后面跟着中括号 中括号里面呢就是我们的那个键 通过键找词 这个键名称呢是支付串的 我们在这里都用的是支付串 我们就直接给一个数量 给一个数量 然后后面回车 看到了这个输出结果 就是里面的子 存的是这个是 那么要注意一点呢就是 字典中的这个元数呢 是没有顺序的 即使我们在存储的时候 有这个第一个和第二个放字的位置 那么真正存储到里面呢 存储里面的元数是没有顺序的 我们看我们前面在这里 第三个元数放的是color color里面的值呢是粉色 那么在我们真正写出来的时候 它是排在了第二位 所以呢这个对于字典来说 里面的元数是没有顺序的 那么我们要想取一个值 就不能按照顺序去找 只能通过这个键 通过键的名称去找里面的数据 里面的就是值 冒号右边的是值 左边的是键 所以说呢字典呢就是由一个一个的键子对 构成的每一个键子对就是一个元数 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 字典中的值是可以改变的 就是说字典中的每一个键子对里面 存储的那个数据值是可以改的 那怎样去改呢 例如说我们刚刚存储的这个数量 里面存的是一个数字 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 d字典 后面中括号 找到我们的这个键的名称 数量 我们可以把它改掉 用加等于1 就是在自身的基础上 再取到了它的值的自身的基础上 加上一个1 再重新复值给我们当前的这个对象 所以呢 执行完了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里面的数据 d中括号数量 所以要区分大小姐的 回车 我们看这里面数据已经变成了5 那我们再看一下整个的d 那这里存储的数量就是5了 是在原来的这个自身的基础上 d增了一个1 就加等于1 加等于呢实际上就是等于 在自身的基础上 加上一个1 再复值给左边的这个对象 这是这个加等于1的操作方式 就d增一个1 那么除了这个字典中的值可以改之外 我们还可以用一对大括号 创建一个空的字典 我们前面在创建这个字典的时候 是在创建的同时 里面附了三个元素 三个元素 也就是三个建子对 那么现在呢 我们如果对一个数据进行重新复值 比如说我们就对这个d重新复值 重新复值呢 我们用一对大括号复值 那么这一对大括号的意思呢 就是创建一个空的字典 这个字典呢 里面什么都没有 是一个空的 里面一个元素都没有 那么这个大括号呢 就代表的是一个字典 而我们复完值以后 再来看这个d 里面就空的 这一对大括号 什么都没有的 那么创建空的以后 我们可以再往这个字典里放数据 只要去放呢 就利用d 然后接下来 中括号 中间呢 给一支部串 这呢就是我们的件的名称 件 这个件呢 里面的这个内容 我们随便取 例如说我们给一个内容 这个件是内容 那里面的值呢 我们就可以用等号后面给数据 等号后面的数据呢 根据你自己的需要 存储哪一种数据类型 比如说姓名 我们就叫包括 bob 回车 这就是放进去了一个元素 我们再放进去一个元素 再用d 中括号 取一个件名 件呢 就是年龄 ace 然后里面的值 我们就存一个数字的 整数是10 回车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d 里面就有了两个元素 一个是年龄是10 一个是姓名 都是一对一对的件子对 这就是字典的使用 我们可以用这个空的大括号 用一对空的大括号 创建一个空的字典 然后我们可以往里面添加 这就是在往里添加 添加的同时呢 这个名字 不用事先定义 就是我们在使用它的时候 如果它里面没有 这个没有这个件 那么就创建一个 里面同时呢 这就相当于附一个新的字 如果这个件是已经存在的 那么就是把里面的这个数据值改掉 这就叫字典 然后继续往下看 三层中的字典呢 是可以嵌套的 也就是字典中的这个 字典中的这个值 还可以再放一个字典 那么我们 做一个嵌套的字典 怎样去用它呢 那接下来我们就做这个 嵌套的字典例子 首先呢 是声明一个变量 叫REC 等于我们在声明的同时 就直接创建带值的一个嵌套的 嵌套的字典 最外层的这大括号 是我们当前的RCE字典 那么接下来 第一个元素 名字就叫NIM 冒号 右边的是一个子 在这个子里面 在这个子里面呢 我们再放一对大括号 那也就意味着 在这个子里存的呢 又是一个字典 这个字典里面呢 我们就又放一对一对的 见子对 那我们的英文 英文的名字呢 一般都分 last name跟forst name 那我们就把这个名字 猜分两部分 就是这个字典里面 有两个元素 一个是forst name 一个是last name 那我们的件 首先呢 是这个件 件呢 就用字符串的 叫forst 冒号 给一个名字 叫bob 那接下来 逗号间隔 第二个 第二个属性 第二个件子对 就是第二个元素 就是last last呢 我们也给它一个名字 last用单引号 把它引起来 代表这是个支付串 这是件 冒号右边的是名字 名字呢 我们给它取名 叫smith th 这是它的名字 forst这个是名 last是姓 这名和姓 构成了一个人的姓名 那这是一个 这是从这个name开始 到这个大括号 里面的大括号结束 这是一个元素 也就是这个元素呢 这个name里面 还是一个字典 这就叫欠套的字典 那外层的这个字典 是rec rec里面的第一个元素 结束了以后 我们再放第二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呢 我们再放上来一个 再放上一个字典 继续 那么继续再写一个 第二个元素的建名称 就叫工作 job 那么属性的这个建子对的值 冒号右边的 冒号右边呢 我们就用一个列表 列表里的第一个元素 就是dv 第二个元素 第二个元素是经理 是mgr 这是他的工作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在外面的这个字典当中 再放上第三个元素 第三个元素 左边的建的名称 是年名 age 冒号右边的值 就是40.5 然后这样呢 我们第一个这个rce的字典 就创建完了 回车 创建成功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里面的数据 rec 综括号 看里面第几个元素呢 我们看那个建名 建 叫做link的这个数据 name 回车 我们看到这个 显示的结果 显示的结果呢 就是里面的一个 是一个字典 那字典呢 有last 那个last 还有这个forster last和forster 把这个信和名 写出来了 那么我们如果想看 其他的 例如说 我们知道这里是一个字典了 他呢 就代表了一个字典 那么我们想看字典中的 其中的一个元素 那我们就可以再继续加一对中括号 告诉他 这字典中的 叫last这个数据 或者叫forster 叫boob 叫forster 这forster呢 要用引号引起来 因为它是这部串的 用单引号或者双引号把它引起来 回车 我们看到就是这个名字 这个forster boob 解释出来了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要想看其他的元素 那也是一样 通过rgc 中括号 job 双引号引起来 或者单引号引起来 gob 那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一个字典 v dev dev和mgr 都可以看到的 那么同样呢 我们这个元素 它就是一个字典 那我们就可以操作 它里面的一个数据项 用索引操作 我想看一下里面的最后一个 -e 回车 看到的呢 就是mgr 就跟我们操作字典是一样的 直接给它一个索引 -e呢 这是反向索引 也就是我们这个元素当中的最后一个 看到的是这个心理 好 那么除了 除了我们可以这样直接操作 直接操作这个看里面的元素以外 既然它是一个列表 它是一个列表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列表中的这个方法进行添加 比如说我们就用rec字典子这样的job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调用这字典 里面是一个字典对象嘛 里面是一个列表对象 我们就可以直接调用它的方法 append 就是添加函数 添加一个数据 括号 那么添加这个数据呢 我们就随便敲一个 敲一个 genitor 这是我们的数据项 添加进来 回车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里面是不是多了一数据 我们直接看rec的这个整个字典 那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数据里面 在中间的第二个元素 叫job这个里头 那么中括号里头是我们的这个列表中的数据项 里面有三个 DV MGR 和我们最后加上的这个添加的这个元素 所以呢 这个添加是没有问题的 只要我们知道里面这个建立 确确实实实是某一种对象 我们就可以调用这个对象的一个方法进行执行操作 我们这里就添加了一个元素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攀绳字典当中 怎样使用for循环 对字典中的键进行排序 字典中的元素呢 本身是没有排序的 就是我们加进来的这个数据 我们加进来的这个数据呢 这个位置是没有办法去控制的 它是自动的 那么我们在通常取里面的数据 都是直接通过键的名称 在name啦 或者aze啦 直接拿里面的一个数据 一个键子对里的词 那如果我们非要通过键 就是通过这些名称 给它们进行一个排序 那我们怎么处理呢 最原始的做法 就是最早的版本的攀绳的做法 是通过for循环 先是通过我们字典中 这个字典对象 拿到里面的这个键 把里面这个键呢 得到了一个列表 把里面的键全都拿出来 得到一个列表 那么列表呢 可以排序 我们就可以调用列表的排序 把这个拿到的这个列表 键名排序以后 我们再通过键名循环 去拿字典中的每一个元素 这是这个最原始的做法 那我们先按照最原始的这种做法 做过一遍 好 走进到第一步 我们对这个D进行重新复值 就在这里 我们把这个D里面呢 附一个ABC三个键 这三个键呢 里面的值分别为E23 存上个数据 那我们再看一下 它的一个结果就会顺序就会乱掉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这个IDL1里面 开始输入 D 那个字典 等于一对大括号 字典里的内容 字典里面的内容 第一个元素 三也号 键 是个A 冒号键里面对应的数据值 就是一个E 然后逗号间隔 第二个元素 三也号B 单也号B 引起来的是键名 里面的值 存一个2 然后继续放第三个元素 是键为C 冒号里面的数据值 就是3 回车 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D 这个D里面的数据 第一个元素 A冒号E 第二个元素 C冒号3 第三个 B冒号2 这没有按照我们这里 指定的顺序存储 它没有具体的这个顺序 那么我们想要对它进行排序 首先呢 第一步 我们要通过字典的一个方法 叫做KEY的这样的一个方法 它是字典中的一个函数 那么通过这个函数呢 把我们字典中的每一个件 件的名称拿出来 收集成一个列表 然后我们就对这个收集的列表 进行排序 所以第一步 先收集到一个件的列表 那么收集到这个件的列表呢 我们要先准备一个变量 取个名字 叫做KS 等于 就等于我们这个D 是我们的字典 字典呢 有一个方法 叫做KEYS 括号 所以它的一函数 通过这个方法 拿到一个列表 列表就放到了KS里了 那我们看一下KS 里面就是列表中的三个元素 ACD 这三个元素 那么接下来这个三个元素 我们要对它进行排序 这就是第二步了 通过列表的short方法 进行排序 也可以说是short函数 那通过这个函数呢 把里面的那个列表中的数据 进行排序 最小的放到左边 然后一次 第二个 第二大的放到那个第二位 第三大的放第三位 这样一次排序 那么我们就对这个KS进行排序 要用KS 它现在是一个列表 要用列表的排序方法 叫做short KS.SORT 括号 一对小括号 然后回车 这就进行排序了 排序以后 我们再来看一下KS 敲一下KS 回车 我们看里面的数据 就变成了ABC 按照这个里面的这个数据 进行了排序 排序完了以后 接下来第三步 我们就开始循环 第三步呢 就是利用Fo循环语句 用这个循环语句呢 循环我们当前的整个这个列表 同时呢 通过列表的这个名字 里面的数据 也就是对应的那个字典中的键 然后上字典里面去取 取里面的每一个字 那么使用的时候呢 是这样的 写一个Fo循环 Fo是一个语言中的关键字 是指我们开始循环了 循环的过程当中 循环出来的每一个数据 我们生命一个变量 在这里呢 我们都给变量取个名字 叫KEY 这是我们生命的一变量 然后IN IN呢 就是接下来IN后面的 就是我们要循环的目标 我们告诉他 我们要循环的是这个列表 就是KS 这个KS呢 就是我们前面 从那个字典中拿到的键的列表 里面存着ADC 那么这个KS 循环的过程当中 就把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A啊 或者B 或者是C 这字符串 拿到 放到这个KEY里头 这个KEY呢 就是临时生命的一个变量 一个变量 从这里面的 循环的目标里 拿出来每一个元素 拿出来就放到这里头来了 那么接下来 敲一个冒号 回车 回车以后 下面呢 就开始输入我们循环的过程当中 如果进入循环 进入循环以后 在循环体里呢 要做什么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就循环 打印一下 print 打印 打印的内容 首先呢 是这个KEY 这个KEY呢 就是我们从KS里 拿到的每一个元素 是什么 是A B C 三个循环 拿出来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KEY 打印出来 就是那个拿到的 这个循环 循环的这一个元素 接下来 逗号 我们再打印一字符串 逗号 后面连接一字符串 等号 大于号 就是呢 做一个过渡的 连接符号 然后在后面 接下来再逗号 继续打印 继续打印呢 就打印我们字典中的 这个通过件名 取出来的值吧 通过字典B 然后综括号 告诉他 那个件的名称呢 就是我们循环出来 这个变量 也就是ABC 那我们这个字典里头 存的 A里面存的呢 是E C里面存的是3 B里存的就是2 然后呢 我们就通过这个 KEY的件 它现在是一个变量 这个KEY是个变量 就是循环出来的 KS里头的 每一个元素 那么通过这个变量呢 就取字典中的 从字典中的 每一个 元素中的值 取出来以后呢 就打印 回车 回车呢 如果没有这个循环体的内容了 就再敲一次回车 那我再敲一次回车呢 就开始执行我们前面写的 Punch的代码 执行的结果就这样 循环的第一个A 循环三次 就打印出来三行 中间的这个等号 大于号 就是我们在这里打印的 第二个支付串 第三个呢 这个123 就是从这个D 从这个D的字典里头 拿出来的 拿的过程当中呢 就通过A和B C这个件的名称 来取里面的数据词 取出来呢 分别为123 就这样排序 那是最传统的 传统的Punch的 那个循环 用循环语句 对字典中的 这个通过件 排序 排序完了以后 取里面的这个词 那么现在呢 Punch新版本当中呢 在2.0的新版本当中呢 就已经出来了 一个类子的函数 叫short SORTED 这样的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可以一步帮我们 完成字典的排序 它的排序的道理 也是同样的 通过那个件进行排序 那么早间的这个 Punch的版本呢 没有这个函数 就需要我们前面 用这种三步循环的方式 那么新的这个提供了 这个short这个排序 排序的这个类子的函数了 我们就可以直接 一步搞定 那我们来使用一下 这个类子的函数 例如说我们现在 再看一下D 里面的顺序 还是这样子的 没有变 A冒号1 C冒号3 B冒号2 因为字典没有排序 那我们想要排序的方式 拿出来数据 那么就写一个for循环 同样循环的过程当中 这么一个变量 循环出来的每一个元素 就是key 然后拿到了这个key以后 我们开始 in这个目标 实际上呢 就是我们前面的 前面的这个取 取出来键的列表 然后再先取出来键的列表 然后再对它进行排序 这两步省掉了 变成了一个函数 那么变成了这个函数呢 就直接用sorted 这个排序 排序对谁排序呢 就对我们的这个D 也就是说我们的字典进行排序 那么这种排序方式呢 就是直接排序它的键 然后冒号 接下来呢 是循环体 在循环体里 循环出来的每个元素 同样的还是这个key 也是拿里面的键 那么我们最后 可以把它再打印一下 跟前面一样 printkey逗号 然后后面连接 连接一个等号 大于号 中间的间隔 再继续连接逗号 再把这个D字典当中 对应的值取出来 key的值 然后回车 第一次回车呢 结束了 再按一次回车 打印 A冒号E B冒号2 C这个不是冒号 等于大于 就是3 就这样 C的值就是3 所以呢 我们现在呢 2.6的版本以后的 我们都可以用这个short函数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键的名称 一次性的排序 循环出来每一个元素 这是使用缝循环 对字典中的键 进行排序的方式 那么 Full循环呢 是用来便利的 是一个循环语句 它不单单可以对字典中的键排序 那么它本身就是一个用来便利序列 序列中的所有元素 并且呢 可以按顺序 对每一个元素进行一些代码的简单的一个方法 这个Full循环 那么它基本的格式是这样的 首先呢 是Full 然后接下来Full是个关键字 那么接下来就是说 我们这个Pansion语言里用掉的 用掉的一个单词 见到了这个Full就知道是循环 那么在我们这个IDL1里头 你会注意到 Full是这个关键字 它都是以这种橙色的方式来显示的 Full 有的时候是用绿色的方式来显示 有的时候是打印出来的 那时候就用蓝色的方式来显示 如果出错了的话 就是红色的来显示 它们的这个颜色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一个变量的话 就是这种黑色的 黑色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继续 我们这个Full是一个关键字 看它的这个语言的格式 Full是一个单词 碰到Full呢 你知道这是一个循环 那么循环这个语句里头呢 接下来就是要定义的一个变量 也就是在循环过程当中 拿出来的元素 我们要针对这个目标进行循环 循环出来的每一个元素 要准备一个变量接收 那么在我后面紧张的这个单词 就是一个自己定义的变量 这个名字呢 我们自己取 然后接下来又是关键字 IN IN后面呢 IN后面呢 就是循环目标对象 就是具有可循环的目标对象 然后冒号 接下来是冒号 冒号后面的 就是我们的循环体了 进入循环以后 循环了以后做什么 在循环体里头做什么 就在第二行里面敲 那我们除了这个 针对这个字典 字典进行这个循环以外 我们还可以针对一字符串进行循环 比如说我们现在就做一个 对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字符 进行循环的例子 打个比方说 我们在这里呢写一个 循环 循环循环循环出来的这个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元素 因为字符串呢也是一个序列 只不过呢它是一个字符的序列 那么我们在循环的过程当中 就拿出字符串中的每一个字符 从最左边开始拿 第一个为0 第二个为1 这样 拿出来的过程当中 我们就定义一个变量 叫做C 这个C呢就是我们声明的变量 那么循环的目标 因后面的目标 我们就可以写一字符串 叫Fpam 然后接下来冒号 冒号后面呢就开始是循环体了 循环体里做什么呢 我们就打印一下 打印一下 这个C呢现在是一个变量 就是拿出来的一个字符 它本身也是拿到一个字符串 那拿到这个字符呢 会根据我们这个 给到的这个音 后面的字符串的长度 有多少个 就拿多少个 一次拿出来一个字符 拿出来的字符以后呢 我们就在这里把它打印出来 打印呢 把它转换成大写的 UPPER 对字符串来说呢 它的UPPER的函数 就是转成大写 括号 按回车 回车呢 再敲一下 就自行了 我们看这个Fpam 这个字符串 循环出来了 循环的过程当中呢 一个字符 一个字符的打印 那么每一个字符呢 都被转成了大写的 Spam 都变成大写的了 就是这里执行的 所以呢 这个Fp循环语句呢 不单单是针对字符串 进行循环的 我们也可以写一个字符串 对字符串里进行循环 也可以对列表进行循环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字符的迭代和优化 那么Fp循环呢 可以是看作通用迭代工具 Fp循环 可以把它当成是通用迭代 迭代呢 就是用来这个循环的 便利每 便利一个集合当中的 每一个元素 都叫做迭代 那么 Fp循环呢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使用 这个列表解析表达式 来创建一个列表 就是说我们前面已经 学过了 简单的使用了一下列表解析表达式 那么我们用一个列表解析表达式呢 可以创建一个列表 我们先做一个这样的例子 声明一个求成方的 SQUARES 这是我们的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呢 我们通过一个 通用通通过这个列表解析表达式 来创建列表 那么怎样去创建呢 列表肯定是要一对中括号扩起来的 这是列表 那列表里面的每个元素是什么呢 我们就通过Fo循环 通过这个列表解析表达式来创建 那么这个创建的方式 创建出来的内容 我们就求一些数字中的 乘方二十方 数字的二十方 比如说一的二十方是一 二的二十方就是四 三的二十方就是九 四的二十方是六 五的二十方二十五 我们就把一二三四五的 他们的乘二十方把它写出来 那么我们都已经知道了 求二十方呢 就是某一个数字 后面两个星号 两个星号是求次方 求密的 那给一个二 就是二十方 那么我们的目标 我们就针对这个X进行循环 那么这个X哪里来呢 我们后面紧跟着呢 就是解析表达式 写一个Fo 这个X就是我们循环过程当中 这个解析表达式当中 声明的一个定义的变量 那么目标 因 目标呢 就是我们的列表 因后面呢 是我们的解析的 解析表达式里面 这个循环目标 就是一二三四五 一二三四五呢 就对里面的列表 从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 第三个 第四个 第五个 一次循环 一次迭代 迭代的过程当中呢 就把这里面的数据 分别放到X里面 放到X里 然后这个X里呢 我们再求一下它的翅方 这样呢 定义下来 我们就得到了一个列表 这个列表里面的数据 就是一四 九 十六 二十五 这样的数字 回车 然后我们看一下 SQUARES 回车 看这里面的数据 这个列表中的元素 一四 九 十六 二十五 那也就是在循环 这个列表 循环一二三四五 循环的过程当中 把求一的二次方 二的二次方 这里段式就是求二次方 这个X呢 就是拿这列表中的 每一个元素的时候 给它声明了一个变量 叫X 然后在这里呢 进行求二次方 输出到这个列表中的 每一个元素里 这是这个解析表达式 那么解析表达式呢 不太易懂 不是很容易理解 那么这个解析表达式呢 不容易理解 但是它的效率非常高 那么我们首先 在初学的状态下 我们要先学会 易懂的 简单的 能让人一下子 能看得懂的代码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 负循环 手动的增加列表中的元素 比如说我们现在写 比较笨的方法 就是说 用最容易一眼 能看得懂的方法 先来写 那我们还是对 SQUARES这个变量 进行负值 在初始的情况下 我们给它一个空的列表 空的列表呢 就直接负值 等号就是负值 等于一对中括号 那就是空列表了 那么再来看 SQUARES 回册 里面就是空的 里面是空的呢 接下来我们就开始 自己写一个负循环 然后往这个列表里加数据 写一个负循环 负 X 因 那么因谁呢 我们就可以在后面 因一个列表中的 一二三四五 循环五次 那么就写一个列表 一二三四五 然后冒号 这是循环 循环体里面 回车 在循环体里就开始写了 我们就告诉他 我们用这个SQUARES 这个列表对象 要用它的添加方法 APPEND 那么添加的内容呢 是什么 方法是添加 添加的内容呢 就告诉他 就是这个X 然后求它的二次方 信号信号 这是求次方 几次方呢 就是二次方 然后写完了以后 我们就开始回车 在我们这里 在这个求完二次方 然后添加到这个列表里 以后回车 再回车 循环完了以后 这个副循环就执行完了 执行完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SQUARES 这个变量 它里面的数据 就是1491625 这样呢 我们是用原始的 很容易懂的方式 循环往列表里添加数据 这种写法呢 看起来就比这个解析表达式 要容易懂 就很简洁明了 那么这两种方法 都可以创建列表 而且呢 都可以往列表里添加数据 循环的添加数据 但这两种列表呢 有所区别 就是使用列表 解析表达式 运行的速度呢 就会更快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 执行的过程当中 它会执行的速度非常的快 比我们用这种复循环 往里添加的方法 要快得多 几乎要快上两倍 差不多是它的两倍 那么 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说 在Pension的编程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主要的原则 那么这主要原则呢 就是 首先 要为了我们的代码 为了简单和可读性 去编写代码 那也就是说我们呢 在初始编写代码的时候 要考虑的是简单和容易读懂 那么在程序运行以后 并证明了我们确实 这种编码呢 有必要要考虑一下 这个优化性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在考虑 用更快的方式 来优化我们的代码 那么像这种列表解析表达式呢 它是更快 但是不太容易懂 写的时候呢 就容易写错 就搞不得 不是很清楚的话 就写不正确 那么我们初学的时候呢 就尽量 先不用这个列表解析表达式 所以我们这个对程序编码 比较熟悉了以后 为了性能考虑 我们就优先使用这个列表解析表达式 而不去用这种复循环 好 那么接下来 这是迭代和优化 有一个基本的原则 初学的时候呢 就先考虑 让你的代码能容易看得懂和简单 然后熟悉了以后 才会考虑这个性能的优化 好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关于不存在的键 就是说字典当中呢 我们可以往里添加键 我们也可以通过键去改点我们的值 那么如果呢 有一个键是不存在的 那就是没有办法来使用 使用的时候会出错 所以呢 这一个关于字典的这个要点要记住 尽管可以通过给新的键复值来扩展字典 也就是对这个字典呢 进行数据的增加添加 但是呢 获取一个不存在的键值 是一个错误的表达 比如说 我们现在看这个D 我们先前面准备的这个D 里面有三个元素 A等于1 B呢 此里头 B键里头存的是3 C B键里头存的是2 C里面存的是3 那么对于这个键来说 我们如果 去使用一个 D 里面那个键名 叫E的 E是没有的 我们这里只有ABC 你使用A 使用A 但是没问题 看到的是E 那我们使用这个E 就不可以 如果呢 使用E 然后你直接去打印 出错了 你会给我们报错 告诉我们 我们在键里头呢 没有一个叫做E的 这样的一个键 那你就更弹到值 所以呢 要注意一点的呢 就是这个字典当中 如果不存在你的这个键名 键 然后你就直接去取里面的值 这是不可以的 会出错的 那我们怎样知道 这个里面是存在 还是不存在呢 可以通过字典中的 一个方法 去判断一下 那就是HAC键 就判断一下 里面有没有这个键 这个方法呢 这个函数会返回 一个Burgin的值 是True还是False 好 那么我们 想看一下里面有没有 那我们就 调用D 的HAC HAS 下滑键 然后里面呢 就告诉他 我们要通过键去找 具体找哪一个 小括号里面呢 就给一字符串 那我们就告诉他 我们要去找那个E 回测 看这里输出的结果呢 就是False 意思就是说呢 你要找的这个键 叫E的这个 没有 不存在 结果呢 就是False 如果存在的话 就是一个True 例如说我们这里存在A 那我们就在这里 调用HAC键 HAS 放KEY 找一下 有没有键名 叫做A的 回测 得到的结果 就是处 那我们就可以 根据这个函数 来决定 如果有这个键 我们才取 没这个键 我们就不取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EF 用EF语句来测试 用测试一下 是有还是没有 那么这个EF 是这样解的 首先是关键字 IF 就是判断 如果不存在 不存在的这个HAC这个键呢 会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NOT 那我们就判断这个E 我们就判断这个E 如果它返回的是False 那我们就在前面去返 告诉它NOT 就是说它等于False 如果它等于False的话 那么我们要做什么呢 加上一个冒号 冒号后面的呢 就是我们在进入循环的这个测试条件以后 就满足这个条件 它等于False 不存在 那我们干什么呢 我们就打印一句话 打印一句话 告诉它 第四点中 我们这里呢 就直接输出 第四点中 我们输入中文的咯 不存在 不存在 见 名 见为 E的 或者是E的元素 这样 然后呢 回车 再回车 那这里打印出来了 进入了这个满足条件 就打印了 第四点中 不存在 见为E的元素 就把这一行输出了 就说明了 这个判断的结果返回的是False 我们这判断条件呢 就是Not 等于False 这是那个不存在的 四点当中 如果某一个件不存在 我们不可以直接用 那么不可以直接用 如果它不存在 就是说你不可以去拿子 但是你可以往里头存 例如说我现在往里头存 那么我们就用D 综括号 ABC 我们有了 没有D 我们现在就加一个D D呢 就等于一个是 然后回车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D 就存进去了 那你往里存 可以直接给个件名 再往里头复值 这就可以 但是你没有这个 这个件 而去直接去拿里面的值 这就会报错 那么为了避免出错 我们可以用这个 HAC这个测试的方法 判断结果是 处还是False 那么判断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可以写 可以写一个Eye 写个Eye 写个Eye 写判断 判断的条件呢 就是Eye 写后面跟着的这个结果 这个结果呢 如果等于处 等于那个布尔形的处 就是真的 那么我们就执行冒号后面的代码 这就是这个 在用使用Eye 测试 测试字典中 不存在的件 然后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再介绍一下原主了 我们这节课的重点呢 是介绍字典和原主 原主呢 就简单一点 先看一下什么是原主 原主呢 是Penson里面的一个核心的对象 但是它使用的频率并不是很高 就不是经常用 那么原主呢 原主这个对象 基本上呢 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列表 它就像一个不可改变的列表一样 那个列表我们都知道了 一个列表里面有很多个元素 每一个元素呢 都是有顺序 有位置的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那么它的序号呢 是从零开始数 第零个 第一个 第二个 这样数的 那么原主也是一样 原主呢 也是一个序列 就是排列的一个 按数据排列的一些元素 那么这个原主呢 它具有的一个特点 就是不可变 一旦这个原主创建了以后 那么零 比如说这个原主当中的第一个元素里面 这个是这个数据 那就是这个数据 再也不能改变了 就是说这个原主一旦创建以后 它就不可以改变 那么简单的说 原主呢 就是不可变的序列 就这么理解它 就是说这个原主呢 声明了 声明创建以后呢 这个里面的数据 就是不可以再变了 那么它创建的方式 是一对小的圆括号 里面的元素 就是用多号分隔开的 例如说我们现在创建一个原主叫T 那么这个T里面呢 怎样负值呢 就创建呢 就是用一对小括号 用一对小括号开始创建 创建的时候呢 就里面的每一个元素 就用那个英文斗角的 英文半角的斗号间隔 例如说我们这个原主里面呢 存四个元素 一二三四 分别存四个数字 一二三四 回测 这个T呢 就创建成功了 那么它也可以 用一些内子的函数来测试一下 例如说我们想看一下 这个原主里面有多少个元素 那么我们就用LEN这个函数 把我们当前这个原主对象T 传进去给它 回测 看一下里面就是四个元素 那如果呢 我们想用这个原主 在在在那个连接一些新的原主 把它们加连接起来 建一个新的原主 那么你就可以用T 加号连接 加号是连接啊 就是针对原主对象 做连接用的 那么连接后面呢 我们再来一个原主的内容 就是再加上一个五六 五 逗号六 里面有两个元素 然后回测 我们看到呢 这里显示了一个新的原主 这个新的原主呢 是一二三四五六 里面有四六个元素 但是这个加呢 并没有改变这个T 这个过程呢 这个表达式运算的结果呢 只是把一个原主 再和一个新的原主 连接起来 创建一个第三个新的原主 所以呢 我们在创建的过程当中 这个T呢 就并没有改变 我们看这个T呢 里面还是一二三四 如果我们想看里面的每一个数据 那你使用的方式 就是通过这个原主的变量名称 T 然后面加上一对中括号 因为它是个序列 我们就可以通过序号 索引去拿其中的一个数据 我们想看第一个 就给个零 里面是个一 我们想看第三个中括号 实际上就是第四个 这里给个三 回车 看到的就是四 那么要注意一点呢 因为这个原主 是不可变的序列 就是创建了以后 不可以改变 那你可以拿里面 看里面的数据 但是你不可以改 那么我们想改的话 你要是这样写的话 比如说我们把第一个 改成一个十 等于十 这样子就会出错 因为原主呢 是不可以改变 回车 你可以看到这里有报错 告诉我们错了 原因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原主 它的类型呢 是不可改变的 所以呢 就出错 那么如果非要想改的话 那非要想改的话 你要重新创建原主 就是说这个T啊 这个原主呢 重新创建 重新对这个T复制 而我们原来创建的 这个原主呢 那本身 它就是不可变的 那我们想要 重新复制的话 可以 那你把T重新复制 一对括号 然后里面放数据 比如说 7 8 9 10 创建一个新的 放进去 回车 我们再来看这个T 里面就是7 8 9 10 但你不能去改它 已经创建出来一个T 你不可以去改它 你可以重新创建一个 然后放到这个T里 这是可以的 所以呢 这个原主呢 就是不可改变的 一个序列 那么原主呢 并不像前面 我们介绍的列表那样 使用的那么频繁 原因呢 它的最关键的原因 就是这个原主呢 一经创建里面的值是不可以改变的 那么它的好处就在于它不可以改变 就是说一经创建了不可以改变 那么不可以改变呢 就可以使用 在我们用Pansom编程的过程当中呢 就可以利用原主 提供一种完整性的约束 也就是说呢 有一些数据 就是一开始定好的这些数据值 我们就要按照这个数据值 那个进行这个数据的读取 而是不可以改变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优先使用这个原主 优先使用原主 这也是这个原主的特性 就是因为它不可以变 所以呢就不会导致我们的程序 在运行的过程当中 被其他的程序不小心 把它的值改掉了 所以呢这个是它的一个特点 原主呢 虽然没有像列表用的那么频繁 但是呢它的这个关键特点 就在于呢 它的值创建了以后不能改 既然不能改 我们就可以用它呢 做一些约束 就别人只能用我们的数据 而不可以去改掉它 这是它的主要特点 好那么有关于我们这节课的这个原主 和字典 我们就介绍到这里了 好 这节课呢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再见 再见 sería 感谢观看